我又是Peggy,我是Peggy Lee,大家好 我們就新穿Vancouver 現在在疫情下,很多時候我們都留在家 除了注入家居的衛生之外,例如用Thiefs Cleaner去清理家居的衛生之外 其實對於我們自己的個案衛生的注意也很重要 我們現在最重要是有一個健康的生活模式 在家裡的時候就開一下窗 如果個人衛生,包括皮,最近春天有很多花粉症的問題 有些人都在問,我們記得黑癡時有紙巾,當然要用紙巾去掩住我們的鼻 記得把紙巾丟在垃圾桶上,不要到處砍 戴口罩記得,不要像現在在住宅中看到有時也有些口罩被人棄用 我覺得大家的功德心就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留在家居的時候,用的產品 個人衛生的產品,我們都要找一些,像Peggy說,對我們的雙手比較溫和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說,我們每一天使用的洗手液 其實是,你現在用的洗手液,如果你不是Disk的話 你知不知道裡面其實是有什麼東西的呢? 可能你們也沒有看過一個標籤或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知道每次我們洗手,我們平時要隨便洗幾秒鐘 但現在我們每次都希望是幾秒鐘,是20秒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不過我也想強調一下 現在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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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秒 我們要遮蓋我們整隻手,一定要記住 我們濕了水之後,我們就用鹼液,通常我都喜歡用鹼液 起泡那些,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起泡的感覺是方正一點 但是,我應該會跟大家說,起泡是否一定是最好的呢? 或者起很多泡是否真的對皮膚有什麼影響呢? 當我們洗20秒的時候,其實你唱一隻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已經是20秒了 你洗完之後,手側,我們的手背,手心,手指吶,指甲下面 亦依然要用ối Freunde,洗去了你的 conten weet 之後轉是給你洗手気水的сть 往下洗呢,我們他們都繼續去洗 那些細菌和病毒都會不禁人 接著我們就把它拆乾還有雙手 然後然後再用覆蓋üng口 把水龍頭解除,是最有效的洗手 wand 但你有沒有留意,很多人都發現,他們每天洗手多,有一個很乾傷手的問題 有些人說皮膚有些發炎,甚至嚴重,可能有些濕疹 大家就想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原來在我們選用一個洗手液的時候,你不知道原來在家裡有很多毒或有害物質 有害物質可以用,但長期來說,對於整個免疫系統,甚至對於我們的皮膚, 已經有一個訊號告訴你,是有一個敏感的情況,又或者是一個難的主顧手 我們現在在買這些洗手液,我們留意到原來很多都有一些化學物質在裡面 例如是一些,剛才Paggy說,我都不懂得讀的,其實那些 你現在慢慢認識那幾隻,我現在寫的那幾隻是最容易見到的 在外面坊間的洗手液,有些香料,香味,有橙味,檸檬味,其實是假的 或者有些是防腐劑,有些是用來起泡的SLS 或者是Tricosan,即是三綠酸,它是一個抗菌的東西 其實我們長期吸引得多,對我們的身體有毒素,很難排走 而且這些三綠酸在我們的水,譬如我們用了那個洗手液 如果裡面是有的,有這個Tricosan,三綠酸在裡面 我們去了一個污水,出了大海,其實這些是不會,那個污水處理 是不可以將它分解的,結果對身體環境都很差的 我們應該要外匯我們的身體環境,我們才有一個健康的環境去生活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Young Living Thieves 精油除了做House of Cleaner,其實也有一個洗手液 這個洗手液,顧名思義是Thieves的盜冊系列 一定是有盜冊精油在裡面 盜冊精油本身是有幾種福房在裡面 剛才Helen說過的故事,全部都是可以用一個防護罩 幫助我們抗菌,也加了檸檬,還有橙的精油 它也加了一個Denature的Alcohol,不是化學成品做出來的酒精,是用植物發酵出來的酒精 所以它殺菌出來,也會比較呵護我們的皮膚 再加上有盜冊,我覺得簡直就是無敵 用這個Face,Hands Up,是不是很貴呢? 其實我們戒算的,都是五仙左右,大約加幣一噴 我覺得是值得用的,也有效 如果你有心去看它的標籤,裡面真的不會有剛才我講的幾種化學成品在這裡 大家都很放心可以去用 除了Hands Up之外,我也想跟大家介紹,也有營養的番茄 因為有些人喜歡用番茄的,對吧? 這隻Face Cleansing Bar裡面是用了椰子油,荷花包油和橄欖油 這些都是很滋潤的,也有蘆薈,還有紀子油在裡面 就可以有效地,但有溫和地去洗手,或者有些人用來洗澡 另外還有一隻,除了洗手之外,我們現在出去避免 雖然來家,我們也一個星期就會出去一次買菜 買菜就已經很開心,因為有街去 但我們好像打仗一樣,又要噴一些 但其實也可以考慮用這個Thieves White,這個Thieves的濕紙巾 你帶著它一盒裡面,你每次拿出來,就將皮尼推車 買菜,就擦一下那個握頭,或者你真的一定要去洗手間 又很怕那些洗手間,也可以考慮用這個濕紙巾去擦 也很方便,但我們記得用濕紙巾的時候,不要重用 不要用同一張藥抹在這裡抹在那裡抹在那裡抹在那裡 抹在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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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記住了 我們在加拿大這邊經常沒有貨的,香港應該也有的 但我們這邊經常沒有貨,那怎麼辦呢? 其實不要緊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可以自己做 我們很喜歡做DIY,那怎樣做呢? 我很簡單告訴大家,只要你家裡有廚房紙,一卷 那你就把它斬開一半,然後把那個芯就抹出來 那是一些紙皮芯,抹出來 然後你找一個瓶,好像這個圖圖的瓶,有蓋子 我記得,你就找一個瓶,把你斬了一半的廚房紙放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運用剛才Pay Giori和我們介紹的 DIS Housel Cleaner的萬用的家居清潔劑 你記得是稀釋的,我剛才說過 所以我們其實就用兩杯水,再加兩個蓋子 等於兩個Tablespoon的Housel Cleaner,你就倒進去 那你喜歡加多10滴的檸檬精油,它更加有效去幫你脫污 那如果每次你拿一張出來,那就很方便了,你可以去抹一下東西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完這個洗手 我又說了這個脈爺,我想大家都很想聽這個 所以我看到這個脈爺也很想知道 那還是我們玩的那些小聲, awful 那還是製作市場的小聲,裝上水寬 所以我們facing Я aussi進去你的家 我們在你的心中